嫁得早不如嫁得好 这五种男人不会轻易背叛你 女人追求一生不过是找一个对自己好的男人 幸福的过一辈子 所以婚姻对于女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嫁给什么样的男人就决定以后的生活质量 过什么样的生活生活的好坏 完全取决于身边那个男人 一个对你好事事都对你丧心的男人 才会让你幸福 而这五种男人才是你应该找的去过一辈子的人 一事业家庭责任心很强的男人 一个有事业心的男人 必定会通过自己的努力 给最爱的人最好的生活 所以对于男人来说 一定要有事业心 懂得积极丧进 这才能为你们以后的生活达好基础 有一个好的环境才能创造好的生活 而这一切都需要两个人去努力奋斗 一个男人必须要有自己的责任感和事业心 有责任心的男人 必定也不会轻易去背叛你们之间的婚姻 二 懂得感恩的男人 一个男人最重要的是有良心 懂得对身边的人感恩 会知道你的付出 珍惜你们之间的情感 忠于你 这样的男人会懂得心疼你 会知道感情来之不易 会包容体贴你的一切 不会因为小事就跟你争吵 更不会轻易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和婚姻 三 容易怀旧的男人 有的男人会很容易怀旧 骨子里有一种情节 会忠于自己的东西 这样的男人会珍惜你们之前的情感 会回想你们之前的甜蜜回忆 会对过去的事物和人更加珍惜 所以遇到这样的男人 就是一辈子的幸福 他会一直把你当成手心里的宝 珍惜你们之间的点点滴滴 四 和你患难与共的男人 女人一辈子最大的幸福 不是嫁了一个有钱的丈夫 更不是找到一个自己心爱的男人 然后跟他一起共同经历生活 创造属于自己的家庭 和你一起经历过事情的男人 才会懂得感情生活的不易 会被你的真诚和真心陪伴打动 所以在以后的日子 不会迷思自己 更不会轻易替换你在他心里的位置 五 和你有共同爱好的男人 一个和你有共同爱好 志趣相投的男人 会更加理解你 欣赏你 在生活中你们共同进步 相互理解和支持 会懂得对对方考虑 那么两个人感情和婚姻就会稳固 男人也不会轻易去放弃一个 和你三观相似的人 事项难买的就是遇见自己 最相同默契的人 所以这样的男人 更不会轻易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 一个人的婚姻幸福 是由自己选择的 然后自己经营的 一个女人选择什么样的人 过什么样的婚姻 这都是至关重要的 选到一个对的人 那么便是幸福 而遇到一个错的人便是悲剧 所以女人一定要插亮眼睛 认真看待自己身边的人